12届国际杰出发明家奖举行颁奖典礼 台湾发明之光大爱感恩科技公司 以及近私人文研发部 同时获得了公司以及个人表彰 保护性户套预防医护人员挣扎风险 施打点滴时避免血液倒流的纸腻装置 从医疗到生物科技 种植红梨拓展产学合作 研发周边生计产品造福华东农民 丰硕成果全市慈激科技大学三年来量力成绩 以这个全台湾的一个计准率来讲的话 全台湾可能只有千分之三 但是我们学校却有6.25%左右 所以这都是罗校长他在这三年来 非常非常努力的一个投入 获得了特别奉献奖 荣获国际杰出发明代表校长接受表扬 另外科技结合慈悲 三四年来蔡生伦积极设计多款救灾产品 国内外接连获奖 光要回台湾 颁售博学博士证书 那我们更重要是脚踏实地 要为人群付出 要研发更多慈悲科技产品 希望能够短时间 上人要研发的能够一个一个完成 专念更从产品衍生到对环境 大感恩科技推广摇篮到摇篮精神 百分百循环再生 夺下国际创新发明竞赛 竞奖肯定 400多个参展来参赛 我们能够获得这个肯定的话 就是代表我们这个构想是一个 很符合世界潮流跟循环经济的一个构想 2010年开始走到国际竞赛 现在我们有八个国家都授权 我们独家代理 把我们台湾最好的产品 带到世界去参加国际发明展 发明无数智慧无限 台湾人的爱心照亮世界 研发舞台 大家新闻小事节李明华台北报道 大家新闻小事节李明华台北报道